散播食安传染病不实资讯 最重罚300万 条文修正方过 立法院法案大清仓 有几项和大家荷包有关系的修法三读了 首先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传染病防治法修正案 未来散播有关食安或传染病不实的谣言 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 前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局役或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后者更可处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此法之罚金之所以高于其他法律 在于疾病是容易导致民众恐慌及紧张 加上参佐有时可能是集团或团体 为达特殊性的特殊的目的性和散播遥远 过低的金额恐无法达到喝酒的效果 另一个修法则是好消息 为了鼓励民众购买节能标章电器 立法院三读货物税条例修正案 条文生效起两年内 民众只要购买经济部核定能源效率 第一或第二级的冰箱冷暖气除湿机等 每台可获减真货物税两千元 财政部估计每年约有一百七十万台收费 税损为二十九亿元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来爆料每月有赏六十万 一经录用线报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 每周点击的冠军奖十万 月冠军再赏二十万 你敢爆料我敢给钱 看 nichts了 你说什么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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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